大家好啊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 来收拾我们的家里 你们看 就是我们现在距离回去还剩下一个礼拜左右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收拾整个东西 然后进去我们的箱子里面 然后我们提前就已经买了箱子回来 OK 这个箱子超重的 为什么 应该五公斤在这边了吧 就是要赚我们的钱 OK Anyway 就是这个影片呢 就是想要记录下来 我们把东西搬回马来西亚的过程 然后也是要给一些 可能跟我们一样在台湾念书的大学生 就是当你们要回国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处理这样子 这是我们选择要搬回去的运输 我们就选回比较 我们比较认识的就是中华邮政 就是邮局啦 如果在台湾生活都懂 因为我们都是会接洽邮局的 我们买的是最大的size 最大的size的话就是一个 要45块台币这样子 而且讲真的 它自己本身的重量就很重 但也是应该啦 因为它这个其实厚度是蛮厚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把东西系回去的话 感觉是蛮安全的啦 这样子看 希望系回去过后 而且箱子是完好无暇的 然后给你们看 我们现在家里的状况 因为之前我们就要拍摄的东西 所以就直接不收拾了 然后垃圾呢 就是我们已经差不多丢了一些东西 我自己是丢了三袋了啦 可能还有东西要丢 就是三袋我自己的东西 已经丢了差不多了 现在呢 这位老板要开始动工了吗? 你动工了好啊 你先收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先收 其实已经收到差不多了 你看啊 这我的书桌已经收了七七八八了 然后这个呢 箱子是我昨天看有点时间 我就把它收进来 这个就是 先注明好书和文凭的东西啦 就是一些回国后不会马上用到的 对啊 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就不管就是空运海运的话 就不能放那些化妆品啊 就是有液体成分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呢 就是液体成分就一定要自己带上飞机 蛮麻烦的 因为我蛮多那种面膜啊 那些都不能 海运 就是空运送回去 哎呦 现在要怎么收 好烦哦 我现在不然要从哪里开始收起啊 好 刚刚我就有讲我的书跟文凭 那箱还没有装好啊 那我们就是直接先开始 把那一个箱子装满 然后 现在开始吧 那我刚想了一下哦 我觉得 这几个箱子 因为都是装书啊 文凭啊 那一些 就是应该要放一个塑料袋做垫底 等一下如果有进水那些怎么办是不是 进水的话我的书全部坏完耶 那 就想要先把一个垃圾袋做垫底 然后把我的书装在里面这样子 现在要把全部东西都翻出来 现在猜猜我舍得真理了 人家要很忙嘛 现在才休息 没有很忙 那家客什么杂志 这是谁 没有吧 看不到 这是谁 看不到 不要让他们吃时间 哎呦 其实我的东西也是比蛇少很多啦 屁啦 我都要收拾好了好不好 苏森 这边是你的东西耶 你去干 我 我是叫苏森 哎 我是爱爱叫苏森 你看 你不要打槽啦 看着我看着我 不要碰我 大家看到没有 我把我们平安放里面 去找地方塞哦 你那个杂志拿给放那边呢 会杂志绑水吗 放到水你你舍得嘛 这边有一泡都是水 那你就赌一把哦 我不管 苏森 要凶耶 你什么时候没有这么凶的呢 我不想撑啊 好乱哦 苏森 什么 来这个 怎么样 可以啊 忽然 诶各位 我不要跟他一起做了 到马来西亚我们的粉举 各位 我怎么可以粉举呢 可以就可以 你这么爱我 诶你最好吃 要丢的就丢 永远不会用的 你不要放好哦 那 你跟本嘛 许森 你就是有 买水的 许森 要我看你放完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的 你就是用丢的 然后背起来 诶 你骗我哦 你就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的人哦 各位有没有看这些什么吗 是不是有的陷阱 对 我决定要给你一个特写 你太刮躁了 给你们看这个 大致小心的 内裤 跟他讲一个秘密哦 这个秘密就是 等一下会有一些 阿姨们啊 来我们家回收东西 所以等一下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阿姨 有多么贪心 想要把我们的东西都拿走 但是我们是蛮希望他们拿走的啦 而且这些阿姨里面呢 有瘦的 有腿粗的 你呢 整个很大致的 等一下给你们看哪个阿姨 不打算拍你 这个吧 那我分我就是 别屁股 明明也那些轻轻哦 啊 走开 你再叫我走开 我就靠近你 各位 你们迷牌我 要是痛苦了吗 有一天 有一天分手 你们就要知道为什么 不要再不想为什么 1 2 3 这个在那一 5 Go Roll 可以收拾了 再刮刮照 你要刮照 把它关掉 各位 我们等一下再录给你们看哦 现在要解决他的第一箱子了 最主要呢 是要写好你的电话号码 对 你先马上一个一定要责是不是 不要 我懒得嘛 对 然后呢 我这边是写一些 那个叫什么 汉语拼的简线 什么来的 手表盒 因為我怕我寫什麼手錶 太貴重的東西 那這一箱可能就去辦買鞋 跟你們講啊 即使我的東西 真的是有點多 手去都收不完 然後那個師生不懂去哪 喂 跟他講我會畫 師生可以收到你手會板 他就去廁所 我發現他弄什麼 他眼圈的還是有鼻子的 奇怪女生 我眼睛很高 大家看在眉毛 脫節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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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多少 很棒啊 很心虛欸你 好 不懂要怎麼收飯 哈囉勒 因為等一下要拍影片 所以我剛剛就已經洗好澡 然後裝飯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整理的差不多 我們整理了三箱 給大家看 我覺得今天的作業做的蠻好的 我們很厲害 我們整理了三箱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還差衣服 還沒有整理好 不用緊我們再找一天整理好 沒關係的 然後呢我們就整理了這個 我們要整理這一區 就是要拍賣的 不是拍賣 就是要求他們收下的 就是要送給他們的 希望他們可以拿 因為這些我們覺得都 都用得很好了 但帶回去又太多 然後想說啊 趕快就趁他們現在有來 拍影片 然後就趕快送送送送出去 希望我們等一下那個阿姨們呢 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 我們準備好的貨品 這樣 我們的阿姨們已經到了 阿姨們 你們就先貪心了阿姨們 妳是第一個自己貪心了 沒有啦 來 各位 幫我們解決自己的東西 這要有美白牙膏嗎 欸 欸 你拿錯跳 你拿錯跳 很強 DDSPIN護手霜 這個很香喔 好多耶 怎麼辦 佳文妳要手很臭 我先拿吧 真的耶 因為她手比較長 要這樣死 沒有 沒有 就會長繭 就會長繭 比較乾 這個呢 這個呢 王美燈 王美燈 喔 王美燈 妳是不是想要了 王美燈 妳男朋友等下站妳可以嗎 對 妳可以耶 妳知道這會什麼嗎 只要東西前面講王美 這樣我們就想要了 王美腳架 王美腳架 王美的一模一樣啊 這可以打人喔 這真的可以 超強 到底多糟 啊啊啊啊啊啊 來 妳人要這個嗎 女人要這個嗎 王美香膠 王美香膠 我要 加油 王美香膠 家文 送給妳 她說不要但她手很純直 沒有 黃美戴嗎 哇 妳的什麼時代咧 黃美戴 先把蘇珊順把全世界的 包餅都給過了 我開了 這有多少東西 有誰要暖暖包啊 暖暖包 現在六月出貨 就手喊到十二月耶 佳文需要佳文 光美暖暖包 我看到一個 光美電卷棒 欸這不行 這不行 你怎麼辦啊 是不是真的東西 等一下 我想要這個商機 欸我先拆了 我想要那個Refoma 這個我也要 還有還有這個 什麼來的 它沒有人要 欸這叫萬用鍋 菲利普萬用鍋 你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煮飯 你可以烤魚烤肉烤雞 可以 可以 是不是要不要食吃喔 這個東西 對啊 哈哈哈哈 我就喜歡吃炸物啊 那不能炸 可以炸 那是你 而且 欸這人 這人他旁邊還要凹掉是怎樣 你知道我們就是 我覺得你這個產品有瑕疵 不是你先聽 這有故事 有酒嗎 有酒嗎 我們國外的留學生 飄洋過海 每一次租房子到了 我們就要搬來搬去 我覺得他必須飄洋過海 回馬來西亞 哈哈哈哈 各位 這個禮物 就決定給以前了 因為你沒拿過 王美寫正經 你獲得了 這樣玩 你不是有一件Kyle的衣服 對啊 你會搬這個書 對 我一把他伸長起來了 開心嗎 你剛才會高潮嗎 不會 我喜歡 我罩你 不要 我自己有嗎 他有他有他有 欸有沒有中 發現一個事情了 欸欸 你有看到粉紅色的棒棒在 欸不行 不行 不行 黃美的東西啊 黃美的 想要吃維他命C 你很需要 你一點就是順虛 還怎麼吃維他命C 順虛根本是維他命C 不行不行 這不行 欸我以為那邊都給你 那我要這個 欸不行 誰送這個 欸幫忙 幫忙 吃的東西要不見完了 救命啊 他沒有看到一個YouTuber 那麼的蟲酸欸 沒有送也不動一送 重點是 我剛才前面講 探訊跟阿姨們 我來驗證了 欸我沒有拿啊 這是他們計算給我 欸這有想要這個嗎 這還不錯欸 我給你啊 欸這還不錯 不行 大小剛剛好 欸你們這麼多 可以要送還不送多一點 靠北 包都拿出來 靠北 這個 不行 宿舍的觀眾們宿舍好小氣 啊靠北 好嘞 我們現在就趕快把這個箱子搬出去吧 各位我們要開始蛋糕啦 好嘞 其實喔我覺得實際拔了啦 我覺得 郵局做這大小有它的用處 這比較好搬 比較好搬的大小 就是你不會 太貴而已 因為就是不會 裝到太重的東西 沒有辦法忍 忍力搬你知道嗎 各位一定是想說 是不是結束了 沒有 我們還有 一個大門 對 對 加油 好 現在我們到郵局了 然後呢 現在要填 表單 之後我們再問價錢好了 因為現在他們有點忙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一直不會那麼問 好嘞 我們現在呢 看到我們又換到另外一個地點了 因為我們太匆忙太趕時間了 所以我們在錄後面的那半段呢 直接不錄 直接殺到自己來 所以在總結一個大結尾 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很提前去了 所以呢 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就總結了幾個比較要點 我們花了兩三個小時了 其實 對 可是我覺得有些時間是沒有必要 對就是那個單子 因為我們沒有拿單子 要填 我們是當場去到 他給我們單子 我們再填 所以我們填了大概有十五個 對 當場填喔 而且你知道馬來西亞的地址 是多麻煩 是不是 去郵局先拿好箱子 拿好單子 剛剛拿好一切的東西要填了 然後再帶回家自己填 填好再過去 你會省很多很多的作業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講的東西呢 就是給一些在台灣讀書的外國朋友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在郵局寄東西回家的話 大概要花多少錢 其實應該是還可以做假件的 只是我們沒有做好功課 對 所以我們花的錢更多一點 就很像有分海運跟空運嘛 然後海運的話很奇怪喔 它就是十公斤以上就不能寄海運 十公斤以上的話就要選擇做空運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那種撐的話 你可以先撐好那個箱子 有沒有超過十公斤 如果超過十公斤 你就會先個箱子裝進去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全部拿來做海運這樣子 因為如果海運的空運 價錢的話應該差了三四百台幣這樣子 然後我們總共寄了十五箱 回馬來西亞 分別是九箱空運跟六箱海運 如果你都撐好大概十公斤以內 你看這邊我大概寄了都是 大概接近八公斤到九公斤喔 只要九百塊 但只要一十公斤 就變成 就要空運了 對就要變空運了是嗎 它就是變成一千三百多 對就是一千三百起跳 對你可以就是先撐好 然後就把它裝到另一個箱子 分箱子啊 對把那重量分配掉 雖然那個箱子一個要四十五塊啦 但是其實這樣省起來是算划算的 全部去海運最好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我們這次花了多少錢 我們這次寄了十五箱 可能還要多兩箱 我們已經花了一萬九千塊 欸還有五十塊 一萬九千 一九零五零 對 還真痛 其實就是一筆書這樣過去出去 真的是很心痛很心痛 其實還有一個更好的建議啦 就是你們平時那個暑假回去 就帶你們一起回去 不要像我們一直留在這裡 沒有其實我要帶的 因為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回馬西亞 所以我們直接沒有直接綁在東西 就我們困在這裡了 沒有辦法 小心痛了 那筆錢這樣出去 好了我們呢 這個台灣的最後七中期的 這個影片要結束啊 好勒 如果看這個有沒有幫到你們啊 就是各位學弟妹們 有什麼任何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給你郵局號碼 記得打電話去問 祝各位畢業快樂 台灣是個美好的地方 祝我們畢業快樂 拜拜 拜拜 拜拜